讲到这一次的疫苗分配呢 高雄市获得了9.01万剂 新北市8.3万剂 台北市是有7万剂 但是呢 重灾区就是在双北市 大家都知道的 指挥中心呢 虽然说明说 这个高雄市涵盖了1.01万 是属于我们的国军专案使用 但其实呢 扣除了这个专案配发数 高雄市还是取得相当高的疫苗数 指挥中心这个配发标准 到底有没有考量到我们的疫情 严峻程度呢 今天我们在线上就请到台北市议员 游淑慧要请教议员 议员的看法如何 议员早安 哈喽 早 我今天早上很认真的 去把这个疫苗的数字 跟人口的这个统计 去做比对 第一个当时日本为什么要捐我们这124万剂 如果大家还记得 日本的这个 佐藤正九这个外交的会长 他怎么说的 他说因为双北疫情严重 然后他说日本得到的讯息是 这个疫情并没有扩散到全 全台湾 双北疫情严重 所以他们 先给了124万剂 那也就是说 日本其实是非常清楚 而且或者是我们给人家的资讯 是骗疫苗吗 告诉人家说 我们是要给双北的 所以这样就够了 可是为什么疫苗来了以后 却是按照齐头式的方法去分配 而不是按照风险呢 我们知道在全世界的国家 疫苗分配一定是按照风险的高低 而不是齐头式的去分配 风险所以为什么 是先打75岁以上的长者呢 为什么先打医护人员呢 因为那么风险高 如果说现在中央要用齐头式的平 平均法 他用说哎呀 所有长辈的75岁以上的27%去算的话 他齐头式的去算的话 那说真的 那你为什么会每个年龄层都齐头式呢 当然就是按照风险 所以今天第一个你已经没有按照风险 去做考量 已经是非常不专业 第二个也违背了日本捐赠的 这个原始的初衷 因为日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是因为双北疫情严重 那你居然不在双北 重军压阵 把双北的疫情先压下去 这是什么鬼呢 第三个国军 只有在高雄有国军吗 其他各县市的国军呢 都没得打吗 为什么只有高雄的国军需要 需要打疫苗 其他地方的国军都不需要 这都是瞎扯啦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疫苗分配 就非常的双标啦 非常的双标 连疫苗都要分蓝绿吗 我真的觉得很可怕也很恶心